各位同学有没有想过一个绘图的基本课题 在荧幕上要怎么样才能画出一条线 你说画线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什么好问的 请同学仔细想想 咱们的荧幕是有许多会发光的小光点组成的 要在上面画一条线并不像用铅笔沿着齿画这么简单 而是要在荧幕上的这些小光点中 选择让哪些点亮起来 让这些组合起来的点看起来像一条直线 而且这个选择的方法除了要有精确性之外 还要让电脑执行起来够快 因为线段是组成复杂图案的基础 连直线都画不快了 就甭说什么绘图软体啊 3D引擎啊 还是游戏特效什么的了 大家好 我是来自嘎姆的小孩片刻 今天要来介绍一个经典的像素画线法 布雷森汉姆演算法 另外还会研究一下进阶版的反锯齿画线法 吴小林演算法 小哈以前还在念书的时候 让我接触到绘图演算法的老师 他跟我们的第一个回家作业 就是让我们想个办法 在起点和终点之间 找出一组像素 可以很好的在萤幕上呈现一条直线 其实办法还蛮多的 比如我们可以用起点和终点 算出这个方向的单位向量 接着从起点开始画 每画一个点就往终点移动一个单位向量 把这里的xy都四十二五入一下 取整数 就可以找到这个xy 应该是要把哪一个点亮起来 就这样一个点一个点的画到终点就行了 或是我们也可以先算出两个端点的中间点 画好这个点后 再去找起点与中间点的中间点 以及终点与中间点的中间点 这样就可以用递回的方式 一路填满这个线段中间的点 不过这些方法都没有布雷森汉姆演算法来得有效率 杰克布雷森汉姆在2003退休前 在美国温斯洛普大学电脑科学系 当了16年的教授 在更之前则在IBM工作长达27年 在他26岁的时候 用着IBM1401这套古董级的电脑 发明了这个著名的直线演算法 现在在美国加州的电脑历史博物馆 还能看到这台电脑实际运作的样子 这个是他的CPU 这个是机翼体 这是硬碟 这是读卡机 也就是输入程式码或资料的装置 还有这个是印表机 那个时候要安装一台电脑 会需要这样的卡车把电脑运过去安装 酷吧 布雷森汉姆发明直线演算法的时候 正值CAD的发展阶段 就是拿电脑来辅助设计制图 这个演算法刚好填补了这个领域的基础工程 即使到了今日 这个演算法仍然没有要退休的迹象 很厉害吧 我们先打开小哈写的这个APP 看看演算法实际运作的样子 这个APP按惯例一样是开源专案 里面放了五个相关的演算法 有画线的 反锯齿的 还有画圆的 每个演算法按钮的右边 都有一个可以偷看程式码的按钮 不用谢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演算法 到底有何精妙之处 首先 我们定义一下等等要用来画图的平面坐标 我们配合一般电脑绘图的坐标平面 把X轴定义为往右变大 把Y轴定义为往下变大 其实不是所有绘图引擎都是这样的 不过至少包括网页 Photoshop 还有许多软体 都是用把圆点定在左上角的坐标系统 然后我们来厘清一个问题 坐标的数字和像素的位置 可能和同学们想的不太一样 我们先用紫色画出这个坐标平面 我们在这个坐标平面上 选两个点来画线 假设我们选00与124这两个点 那对应这两个点的像素 应该要是围着这两个坐标的小正方形 这两个小正方形的边 在坐标平面上 其实都是位于整数和整数的中间 我们把整个画面的像素都画出来 就可以很容易发现 像素构成的格子 和坐标构成的格子 有半格的边差 这边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以免等一下同学搞混 好了 接着要来讲这个演算法最重要的idea 这个演算法很聪明的一个点 就是先把不同的直线分门别类 然后把所有类型都用某种技巧 转换成其中一种最好画的类型 这样我们只要专心 最佳画这个类型的直线画法 就可以套用回去画所有的直线 那么直线是怎么分类的 我们把平面的直线分成这八种可能的方向 分别用左右分类 然后上下分类 以及斜率分类 布雷森汉姆演算法的起手势 就是把这八个可能的方向 全部变形成右右下这个方向的直线 因为这个方向的直线最好画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为什么这个方向最好画 现在先解释一下变形的步骤 我们把八种直线分开来看 变形的第一步 如果线是往左画的这四种类型 那就把起点和终点交换 这样一来往左的线就会变成往右的线 而且这条线画起来 其实和原本的线一模一样 第二步是把Y变化量比X变化量还大的 这两个方向的线 也就是斜率的绝对值大于1 这种比较陡的线 将它的X和Y交换 这样它就会变成平坦的线 我们只要在最后实际画像素的时候 记得把X当成Y 把Y当成X来画 就可以把图案还原回原本的直线了 最后剩这两个方向的线 其实这两个方向的线 已经很容易可以看出 它们的画法非常相像 首先就是要走一个回圈 X的值从起点到终点是固定加1 那因为现在这条直线的斜率小于1 所以Y的值在每次的回圈里 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Y维持不变 一个是Y移动一格 所以这里我们只要记录 在Y移动一格的时候 是往上还是往下 这样就可以用同一套逻辑 来处理这两种方向的直线 我们用一个变数Ystep 来记录Y的方向 正1是往下 负1是往上 这个Ystep也可以看成是 Y的单位变化量 那么到这里为止 我们就可以只用一套演算逻辑 来画出所有八种可能的直线类型 其实刚刚同学们是不是有一种感觉 已经几乎搞懂布雷森汉姆演算法了 嘿嘿 麻烦继续把它看完 才看得到演算法它真正精妙的地方 现在我把演算法的流程摘要一下 假设这是直线的起点和终点 然后不管它的相对位置为何 演算法的第一步都会先将它们转换成 起点在左上方 终点在右下方 而且斜率小于1的线 到这里我们会有两个变数 一个是Y的单位变化量 Ystep 用来记录线是越往右越往上 还是越往右越往下 以及另一个用来记录直线是陡峭 还是平坦的变数 Steep 然后演算法进入第二步 把X从起点到终点的整数 用一个回圈跑一遍 每一次的回圈会让X向右移动一格 我们在这就要计算一下 此时的Y是不是也要跟着X往下移动一格 如果要往下移动一格 就让Y加上一个单位变化量 Ystep 决定好Y之后 就要把XY这个像素划上去 这边要记得 如果当初斜率是大于1的直线 也就是Steep是True的话 那我们要画的就是翻转XY的YX这个点 否则就画XY 然后回圈再进入下一圈 这样算下去直到结束 对 你也发现了吧 现在我们的演算法就差这个地方还没讲清楚 X要移动几格 才会让Y下降一格呢 这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就是应用高中的几何数学而已 首先我们算出这条线X方向的长度DX 以及Y方向的长度DY 那么这条线的斜率就是DY除以DX 这个斜率代表了X每增加1 Y就要下降的高度 刚好我们回圈里的X每次就是增加一格 所以Y在每次的回圈里就会下降一个斜率的值 现在我们准备一个变数AY 来记录目前Y下降的高度 每当X前进一格 AY就要加上一个斜率 以保持在线上 当AY累积大于半格 也就是大于1分之1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的像素要下降一格了 我们用一个变数MIDY来记录这个半格的位置 MIDY等于1分之1 当AY累积超过MIDY的时候 代表要画的像素需要下降一格 然后下一次要再下降一格的目标 就变成了MIDY加1 这个逻辑很有道理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逻辑用到的几个式子 首先是回圈前要初始画的AY与MIDY 然后是每次回圈要执行的 AY递增一个斜率 然后检查如果AY是大于MIDY 就让Y下降一格并且让MIDY递增1 执行这个流程 那我们在每次回圈里 就可以得到组合这条线的XY像素坐标 不过这样虽然可以正确计算要画的像素 但这里面用到的全是带有小数的浮点数 我们知道电脑处理整数的速度 比起处理浮点数要快上许多倍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最佳化这些算式 让所有的计算都只用到整数 现在会需要小数来计算 是因为我们是在正常的尺度上观察AY与MIDY的变化 但如果我们把观察的尺度放大几倍 就可以把它们都调整成整数 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式子 只要全部乘上DX 那MIDY等于1分之1 就会变成MIDY等于2分之DX 回圈中AY递增一个斜率 就会变成递增一个DY 而MIDY递增1 就会变成递增一个DX 除了初始化的MIDY等于2分之DX 有可能是小数Y 其他数字是不是都变成我们最爱的整数了 而DX除以2的结果 其实可以无条件舍去小数位 只取它的整数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我们在判断Y要不要下降一格的时候 主要是拿MIDY来和AY比大小 假设MIDY是3.5 而AY一定是整数 因为AY一开始是整数0 每次回圈会加的DY也是整数 所以AY必须要累积到4以上 才会超过MIDY 这时MIDY是3.5 还是去掉小数点的3 其实都不影响这个判断 AY一样都需要累积到4 才算超过MIDY 对吧 所以这里把MIDY取整数 完全不影响正确性 帅吧 这个布雷森汉姆演算法 只要利用一些巧思 把底层的工作给最佳化 就能在绘图的应用面 给设计者更棒的使用体验 布雷森汉姆在1962年 发表了这个演算法之后 随着电脑的速度越来越快 人们对电脑绘图的品质 也越来越讲究 即使失去效率 也想要在电脑上 画出反句词的图案 1991年7月 Computer Graphics期刊上 出现的吴小林反句词演算法 这个演算法 虽然已经不再拥有 整数运算的强项 但却找出了 反句词的画线逻辑 吴小林在同年出版的 Graphics Gym 2 也提出了以同样概念 画出反句词原型的演算法 Graphics Gym是一套系列重书 由安德鲁格拉斯纳策划编撰 共五本 这套书网罗了许多 电脑会读界的演算法 而且全都是小而美的实用知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路上 找到PDF来看 也可以去Amazon买硬皮书 回家收藏哦 咳咳 有点离题了 我们回到这个反句词的 吴小林直线演算法 这个方法其实和 布雷森汉姆的演算法 几乎一样 只是没有经过 整数画的流程 吴小林发现 要反句词的话 在每次回圈里 就不是只画一个像素 而是要画两个像素 我们在图上加上坐标网格 然后看回圈中 AY的变化 我们可以发现 AY总是会被夹在 两个像素的中间 而这两个像素 其实就是我们要拿来画的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AY的值 找到是哪两个像素 要被画出来 其中上方像素的Y坐标 必定是起点的Y 加上AY去掉小数后的整数 而下面那个像素的Y坐标 则更加巧妙 它必定是上面那个像素的Y 再加上1 这两个像素都要有透明度 来营造反句词的视觉效果 这两个透明度 都和这个距离有关 也就是AY离上方整数点的距离 这个距离假设叫D D一定是一个介于0到1的数字 当D等于0的时候 代表线刚好通过这个像素的中心点 上方像素的α就要是1 也是完全不透明 而下方像素的α则是0 D越大 代表线段离上方像素越远 上方的像素就要越透明 下方的像素则要越清晰 同学们应该看出来了 上方像素的α其实就是1-D 而下方像素的α就是D 按这个方法就可以画出一条反句子的线 酷不酷呀 酷的话就点个赞 订阅小铃铛吧 同学们可以对照着小哈APP里的程式嘛 慢慢理解这个演算法的奥妙 或是干脆自己试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演算法给写出来 那么同学们加油咯 我们下期影片再会啦 我们下期影片再继续